我們只是把它貼上之後 改了WH 本來是Input 改成Request 輸出的話 我用HD Respond 取代Printer 上學期很多的練習題 每一題都可以改 剩下就是你要花時間 自己把你要做的效果做出來 我剛剛漏掉一個除以百 如果沒有除以百的話 假如你輸入180 它變成數字超大 所以除出來的BMI 數字太大 所以這邊改一下 再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長得像這樣子 評語 先給BMI多少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應該是什麼 前面是個字串 後面就是把BMI的變數放過來 然後前面再串接一個換行符號 再一個平語帽 把剛剛的平語放過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也沒什麼 就串接嘛 所以基本上 串一個串兩個串三個 四個五個 OK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就可以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基本上第一個 可以從哪邊下手呢 可以從這個 S的前面 我們可以什麼 先加一個BMI 然後冒號 OK BMI冒號 後面要串接什麼呢 把這個BMI 它算完了結果放在這裡 所以 BMI 然後再加 那因為呢 BMI它是一個Float 是一個浮點 小數點 所以我用 轉型的 因為它輸出一定是要自串 所以用個String 把它先轉型的 轉完之後的話 後面再串接一個平語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加一個什麼 平語 然後平語的話呢 它 平語 冒號 OK 這邊的話 那就 再串接 所以加上 加上呢 它後面這個平語 但是呢 最後好像還缺一個什麼東西呢 缺一個換行 有沒有 如果你現在Safe 假設啦 這應該可以看懂 只是說呢 我們把它執行過的話 它會變這樣子 BMI 哇 有啦 但是沒有換行 所以 這個地方呢 要解決幾個問題 1 如何讓它換行 2 這邊一串 太長了 小數點 它是Float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算 BMI 我要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如果你要輸出到小數點第二位 我們要講過好幾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你用RUN的函數 所以呢 你幾個方法 1 你可以 乾脆 在這邊 給它外面包一個 叫RUN的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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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刮鬍 抖 豆點 第二位 後刮鬍 R-O-N-D 這樣子有沒有 加一個 Safe一下 重新整理 OK 應該可以看懂 應該可以看懂 加一個R-O-N-D 這樣似乎比較簡單 另外還有用Person Person的話是格式化 比較像在Sale裡面 按儲存格式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換行 如果要換行的話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特別是我剛剛RUN的 但是有同學可能問說 老師那如果不用RUN的可不可以 有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如果你不用RUN的 另外一招就是 可以在這個地方 SR-O-N-D 的地方 把它用Person 雙引號 空一格 再一個Person 再空一格 這個Person的前面是格式 Person的後面是變數 那比如說我用什麼呢 一個Person 點2 F也可以 這個意思是說 我把它 有點像 Excel裡面按右鍵出存的格式 把它改成小數點第二位 然後套用在這個變數裡面幫我輸出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它也可以幫你做出要的結果 這個一模一樣 但是兩者雖然看起來一模一樣 但實際上 BMI在 程式裡面的變數內容 裡面的值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用RUN的 它真的是適捨無路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它其實沒有適捨無路 它只是說表面上讓你看起來 以為是只有小數點第二位 但實際上存在 那個 我們的變數裡面的值 並沒有適捨無路 OK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後的話 評語 之前我們本來是在前面加一個 反斜線 N 表示是 換行 就是那個 Enter Enter的時候的換行 Return 那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我加了這個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在我們的程式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它有動一下 但是好像感覺是多了一個空白 為什麼 因為 特別注意 在我們輸出的時候 因為是在網頁上面 那如果網頁上面 特別注意 你不能夠給它一個換行 它不會支援 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你要記得就是 網頁裡面的換行符號 特別注意 網頁裡面換行 其實不是長這樣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在網頁裡面換行 記得 這邊請你用什麼 小於大於 裡面加一個什麼 BR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寫過這個網頁 BR指的是換行 或者另外還有一個 你也可以用P P是換段 換行 換段 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可以 我們用BR看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把它重新整理 有沒有發現 它換行了 另外如果說你覺得 老師這個間隔好像太 間隔太小了 可不可以讓它加大 可以啦 要不就是BR 兩個 要不還有另外一個 那個BR改成什麼 改成P P的話是換段落 段落 是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 這個一個段落 這個又一個段落 意思就是說 你丟東西的時候 丟出去是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 那個網頁上面的一個TAG 一個標籤 它才可以看得懂 OK 其他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放大一點 像之前我們不是什麼 年齡多少是青年壯年等等的 我們是丟一個什麼 標題1 對不對 我們是做一個Template 不過如果說你覺得太麻煩 交各位一招 你一樣可以直接在這邊 加一個H1 H1就是標題1 然後呢 最後在最後結束 要加一個結束H1 所以這邊 最後再加一個 把它結束掉的H1 這樣子 斜線H1 意思是說 幫我把它格式成 這樣子 標題1 這樣其實這個好處是 你不用Template 不過Template很麻煩 要寫一堆東西 不然你就直接乾脆 在輸出的時候 直接就把這個東西寫在這裡 不就簡單了 可惜它這裡不能寫太多 寫太多太複雜 所以簡單的輸出用這裡 複雜的還是要用Template 我們試一下 字有沒有變大呢 再重新整理一下 馬上變大 有沒有 這樣好像比較快 你看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有沒有 原始碼 有沒有 長這樣 但是這種原始碼 你會發現好像少了什麼 HTML 結束HTML 但實際上 不加它也可以解析 只是說 比較標準的是 還是要加HTML開頭 HTML結束 不然它其實 好像也不會有出錯 只是我覺得還是標準一點點 OK 試一下 請各位把最後的結果 H做成這樣子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當然傳遞引述有方法一 也有方法二 不過方法二 請各位自己再try一下 因為我想方法都差不多 方法二 就是 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 A加B的那個部分 其實它們過來 我想應該結果也OK 那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 你要丟那個 最後的結果 要串接那部分 記得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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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